从1958年到1960年 由于饥饿 曾经造成大面积死亡 请听长篇纪事文学 令熙孤儿院纪事 作者 杨显慧 第20章 寻找弟弟 时进中午 魏志明城坐的公交车 经过阮家石滩平缓的田野 经过险峻狭窄的石峡 终于到达了碧玉乡政府所在地 星城 他没来过这个地方 但他知道 公路狭窄一边是牛谷河 一边是谗言千认的地方 叫石峡 那一片宽阔的川地 叫染家石滩 因为他已经从他的伙伴们那儿 多次听说过这些地名 星城是这辆公交车的终点站 车上走下来十几名旅客 旅客们很快就走散了 他们大都是这附近的农民 唯独魏志明下车后没动 站着看眼前的一座大山 这座山的山坡 像一面屏风 平平斩斩地立在他的面前 山坡还带些弧形 像一个人展开了双臂 要拥抱他 静武的太阳 正好从他的头顶上 向他直射过来 炫目的阳光有点晃眼 他看不清山坡上的农田 也看不清山坡下的村庄 只觉得山上山下 郁郁葱葱 苍翠玉滴 绿成了一片 哎呀 这座山这么好看 他在心里感叹着 在他和这座大山之间 是一片宽阔的河滩 河滩地上 还种了几片荞麦 开着红色的碎花 还有错落的庄阔和瓦房 掩映在柳树 槐树和白杨树的绿荫里 一天前 他离开应马农场 应马农场和河西走廊 已经是初冬的景象了 万亩萧瑟 白杨树的树叶都落光了 寒风掠过荒滩戈壁 这儿却依然一片 生机勃勃的景象 还是家乡的气候好呀 老大大 这山是河加纳坡吗 一个白胡子老汉 从他身旁走过 他喊着问了一声 啊 就是 那么 刚才公交车 从县城来的时候 经过的一道山沟 两边都是石崖 那是不是叫石霞 啊 就是石霞 那老汉是匆匆走路的 他已经和魏志明 挫奸而过了 却又站住 转过身来 看这个穿着时髦防寒服的中年人 反问 你是哪搭来的 啊 我来的地方可远了 魏志明回答 又接着说 可我是通魏人 老汉说 听你的口音 就是本地人嘛 你是通魏哪搭的 景平乡魏家湾的 那 你不知道何家纳坡 我离开家的时间长了 十几岁走的 没来过碧玉 哦 你是出差来的 要去何家纳坡 有工干 不 我不去何家纳坡 我就是随意问一下 我们单位有碧玉的人 说起过何家纳坡 我也没啥工干 倒是有件私事 想打听一下 不知道老大的知道不 你打听啥事吗 我找个人 一个小名叫三娃的人 那是我弟弟 小时候 我们在孤儿院住着 他叫人抱走了 听说是一个碧玉的老汉 抱走的 哦 你是孤儿呀 那老汉惊讶地说 眼睛上下打亮他 又说 哎呀呀 问孤儿院的事情 你算是问对人了 你再问年轻些了 就给你说不上了 这到二三十年了吗 哦 你知道孤儿院的事呀 哎 那怎么不知道了 我就是这搭的人 碧玉那时间 也有孤儿院了 就在河湾里 一个土砍砍下头的院子里 孽障 那些娃娃死完了 死了一波 又进来一波 死了的 都撇在河滩上了 活下的几个 送到定西去了 老大大 我打听的是 魏家湾的一个娃娃 我的弟弟 我和弟弟 进的是县孤儿院 1965年 又河到定西去了 1961年 在县孤儿院 我弟弟叫人抱走了 是个避孕的人抱走的 哦 你是到这里 找兄弟来了 你兄弟多大了 我弟弟三十岁了 比我小七岁 叫人抱走的时候 他才六岁 他的官名叫啥 魏之义 老汉的嘴里念叨着 三娃魏之义这两个名字 思考着 然后说 哎呀 没听说过这么个人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 啊 24年了 1961年分开的 不知道 的确不知道 这跟前 我知道有四五家人 抱过娃娃 1960年抱下的 有两家 有两家抱的 他们本庄的娃娃 有一个 还是亲戚家的娃娃 给他家顶门来 还有两三家 那都不是从县孤儿院 抱下的 那是从碧玉 孤儿院抱下的 有一家是一个 要嬷嬷的留下的 说是饥荒 过去接来了 一直也没接 娃娃长大了 哎呀 这事 你恐怕难办了 你想嘛 一个五六岁的娃娃 人家抱走了 早就改名换姓了 你打听名字 能打听得着吗 再说了 碧玉方圆 五六十里路了 两万人口了 你这么冒着着 不是大海里捞针吗 我知道不好找 老大大 碧玉乡的乡政府在哪大 我去乡政府问下去 我一定要找着我弟弟 老汉往马路对面 指了一下说 乡政府就在这跟前 后街上来 对 你到乡政府问下去 那里有专门管户口的 可能能查找 老汉说完 连身叹息着走了 哎呀 不好找 那不好找 都几十年了嘛 老汉们下场啊 年轻人不知道 碧玉乡政府 是解放后建的一圈平房 围成一个大院 魏志明走进去后 找到了户籍管理办公室 那里有两位女同志 坐在椅子上 正在吃葵花仔 一个盘子那么大的葵花 掰成了两半 一人手里拿着半个 一位四十多岁的样子 留着奇尔的短发 另一位二十来岁 头发烫成了很大的波浪 长长地垂着 她一进去 那位留着短发的女人 就问她找谁 她说 找管户口的 那人又问 你有啥事 她说 查个人 不等人家再问 她就把弟弟 被人领去的事 说了一遍 那女人从葵花盘子上 揪着葵花仔磕着 听她说 不等她说完 就回答她 那没法找 我也是那时间过来的人 比你还大几岁 那时间饿死的人 多得很 娃娃们进孤儿院的 多得很 没娃娃抱娃娃的 也多得很 就我们庄子上 抱下的娃娃就有两个 可你不知道 你兄弟是哪个 庄上的人抱走了 那就没法找了 魏志明说 你们这里是管户口的 你们给查一下嘛 谁家抱下娃娃了 从哪里抱来的 你们这里有登记吗 那女人说 户口本上登记的 是人家家里人的姓名 看不出谁是 从哪里抱来的 魏志明说 不会吧 娃娃们一出生 登记户口 不是要写上 出生年月 出生地吗 从外边抱来的娃娃 那要写清楚 从哪抱来的吧 那女人说 哪有那是 人家抱下娃娃的 谁愿意说 这娃娃是抱下的 她的原名叫啥 现在叫啥 你给我登记上 魏志明问那女人 你是说 抱下娃娃的不登记 那女人说 登记是登记的 可人家不说 是抱下的 那时限的户口 乱着了 死的死了 活的活了 人家不说 是抱下的 谁能搞清 哪个是抱下的 哪个是人家 自己养下的 魏志明很失望地说 这么说 没法查了 那女人回答 不要说没法查 就是有法查 几千个户口本 我一本一本 给你翻吗 我还干别的不干了 魏志明无话可说了 他心里很沮丧 自己两千里路 来到通位 来到碧玉 户籍管理员 几句话就打发了 他实在不甘心 就此打住 却又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他静静地站着 看那女人 磕葵花籽 然后又说 麻烦一下你 帮忙给查一下 我是从九泉来的 专门找我弟弟来的 那短发女人 扭过脸来了 被葵花籽 染黑了的嘴唇 翻动着说 哎 你这人 咋这么麻烦吗 给你说过 没法查吗 魏志明央求说 哎呀 想个办法嘛 求你们了 我兄弟叫人抱走 二十几年了 叫人抱走 二十几年了 你怎么找不找 今天才想起来 找过 十年前我就找过 我找着当年的 孤儿院院长了 院长说 记不清谁抱走了 对呀 人家管娃娃的人 都记不清谁抱走了 我能给你找见吗 你走吧 我们已经下班了 时间过了 我还要回家做饭去 娃娃放学到家 没饭吃 魏志明无奈地转身 离开了办公室 他的脚步非常沉重 啪哒啪哒地走到 乡政府门外之后 又站住 惆怅地看着星城 这个农村小镇上 空旷的没有几个行人的街道 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是继续找弟弟呢 还是回家去 找 又怎么个找法呢 他是前两天 从河西走廊上的 印马农场 坐车到兰州 又坐汽车 回到通卫县 卫家关老家的 他在二爸家住了两天 今早上步行 到县城坐公交车 来到碧玉找弟弟的 二爸不同意他找弟弟 说 这么多年了 你兄弟活呢死呢 都不知道 你上哪找去 如果你弟还活着呢 你又找着了 你又能做个啥 他说 不是做啥的事 是想弟弟 弟弟失散了二十几年 想团圆的想法 一直在脑子里翻腾 二爸说 就怕你找着了 你兄弟不认你 他说 找着了他怎么不认呢 二爸分析说 你兄弟叫人暴走十六岁了 他该记得自己是 卫家湾的人吧 必遇到卫家湾 四五十里路 他长大了 应该打听一下老庄吧 看家里还有啥人 他哥在哪搭 他为啥不打听 魏志明觉得 二爸分析的有道理 但还是决定要找一下 他对二爸说 我这趟回老家 就是找弟弟来的 找到了 不信他不认 就在他愁愁 不知如何之际 管户口的那个短发女人 推着自行车 走出乡政府来了 看见他说 你怎么还在这大站着 大姐姐 请你帮个忙 查一查 他捏如地说 鼓着勇气 回去回去 你从哪里来的 赶快回哪里去 那没法查 那女人历声说 然后一片腿 骑上车走了 过一会儿 那个留着长发的青年女子 也走了出来 她没有骑车子 她怕这女人再说什么 便扭头朝着 与那个骑车女人 相反的方向走去 她看见那边有个饭馆 她想 先去吃点饭 肚子有点饿了 可是她走了几步 就听见身后 那个青年女子的喊声 喂 那个人 你等一下 她一扭脸 看见那个青年女子 正向她走来 她站住了 那青年女子走进来说 我们不能给你查 你兄弟 她有点惊讶 这女人 怎么跟她说这样的话 但她也听出话外有音 便怀着西记的心情说 大姐 有这规定吗 啥规定也没有 就是不能查 出过几档子事了 有人找妹妹 有人找儿子 我们帮着找着了 妹子跟哥走了 儿子不蹲了 抱下娃娃的家里 闹矛盾打仗 好事变成坏事了 主家对我们有意见 大姐 我没这想法 我就是想找弟弟 找着了 跟主家认个亲戚 我大 我娘 我的一家人死光了 就活下了我们弟兄两个 以前为啥没好好找兄弟 不是穷吗 工作单位远得很 路费 住宿费出不起 现在生活好些了 我就想着 一定要找着她 找着了 能帮她一把 就帮她一把 她的光阴 要是苦的话 说着话 魏志明的嗓音哽咽了 眼睛 饮满了泪水 这时 那个年轻女人 左右看了看 低声说 我跟你出个主意 这事 你要找孤儿院当年的阿姨去 还有院长 他们知道 找过了 十年前就找过了 院长就在县城住着的 我找到了 可她说 记不清谁把我弟弟抱走了 院长是个女的 现在 已经是老奶奶了 她那是哄你呢 她不愿说 怕主节怪不是咧 娃娃抱走了 她亲手过下的事 怎么能不记得 那还要登记在册里 那是个人 不是二斤白菜 三斤洋语 说送人就送人了 我也这么想 可她不说 我没办法 不能强迫人说嘛 院长不说 你就不能找别的阿姨吗 阿姨们也知道 我不知道阿姨们 到了哪搭了 哎呀 你打听了吗 找过去孤儿院的 娃娃们打听嘛 有些在本地工作的 孤儿和当年的阿姨 有来往 他们知道 阿姨在哪个单位工作 我也不知道 哪个孤儿 在哪搭住 我离开通卫 二十多年 听说 一些岁数小的孤儿 按知青上山下乡 又回家了 但都没来往 不认识 哎呀 你这个人 怎么啥都不知道 这样吧 我跟你说个人 你找去 那女人转过身去 指着 河家纳坡的地方说 你是从那边 公路上下车的吧 你还往那边走 到公路上 再往东走 东边不远 路边有个老宝子 过了老宝子 再往前走 靠右手 有一条小路 通到河边 你从那搭过河 那里 有个水泥桥 过了河 有一道山沟 有路 马车能走的路 你就进沟 上山 过两个庄子 就到岳家岔了 那搭 有个岳家岔小学 你找个叫 岳宝国的老师 那也是个孤儿 比你小几岁 你找他 他认得 线上的几个保育员 他跟他们有来往 你就说 是我找你来的 我就是在那搭 当下老师的 说不定 你还认得他咧 那他多大岁数 三十二三吧 抗美援朝是生的嘛 他大 当过志愿军 给他起了个 抗美援朝的名字 保家卫国 那说不定 我能认识 他和我弟弟岁数差不多 谢谢 谢谢 我怎么谢你了 我们到那搭 吃个饭去 魏志明往前指了指 他已经看见 那儿有一家饭馆了 那女子说 不了不了 我回家还有事呢 你快去吧 路还远着嘞 魏志明在一家饭馆 吃了一大碗扫子面 然后就走到了公路上 又经过电子村 经过碧玉关的老宝子 从一条长满了车前子的小路上 下到河滩 过了一座水泥小桥 河里水不大 就像是一条小溪 这就是牛骨河 他从通卫西部的牛营大山流出来 一路上经过马营镇 经过景平乡 经过通卫县城 到达碧玉乡的时候 依然如同潺潺小溪 但在八九月的雨季里 他却像一条黄毛恶犬 常常跑上河滩 吞噬河滩上平缓的穿地 魏志明走到这儿 突然就想起 1960年秋季 他和弟弟从魏家湾 去献上孤儿院的情景 他们过了马家贺县 走到罗家贺县 下山到了刘家庄 再往东 走到杨家山庄 从杨家山庄过牛谷河 去李家庄 河上没有桥 水里摆了些大石头 他们踩着石头过河 弟弟又瘦又小 有两块石头的间隔大一些 弟弟没跳过去 跌落在水里了 他把弟弟拉起来走 弟弟的全身都泡上水 过了河冷得走不成路了 正好河边的李家庄 走出一个人来 问他们到哪里去 他们说队长叫他们去孤儿院 那人就把弟弟抱上了 送到了通卫县孤儿院 到孤儿院 有人说那是景平公社的书记 过了河 还真有一道很大的山沟 阳坡上有一条弯弯曲曲 能走马车的山路 他走过了一个 叫刘家叉的村庄 又过了一个 叫王家叉的村庄 这时 以他的判断 他已经走到 河家纳坡后梁的半山腰了 他又往上走了半个小时 就到了一座大山梁上 顺着山梁往南走 左手的山腰里 出现两道小山梁 夹着的一道深钩 钩两边 靠近他脚下的弯子里 散步着一个很大的村庄 他顺着一条小路 往下走 走进两排工房式的院落 院门口 有个牌子写着 岳家差小学 在几个学生娃娃的带领下 他走进一间办公室 娃娃们喊 岳老师 有人找你 这个人三十出头 高高的个子 消瘦的面颊 他迎着魏志明站了起来 热情地说 你来了 但是又一脸畅忙的表情 问 你是哪里来的客人 你好好看看 还认识我不 魏志明说 月宝国盯着他看 而后摇了摇头 哎呀 认不出来 真认不出来 在哪大见过 你是哪来的 魏志明大声说 你是不是在县孤儿院 蹲下的 就是 那你是 你还记不记得魏志义 哎呀 你是魏志义呀 你长得这么高呀 月宝国叫了起来 魏志明忙说 不对不对 我是志义他哥 叫魏志明 你还记得我吗 月宝国有点尴尬 但他立即就说 记得记得 刚到孤儿院的时候 你天天给志义拖下身 志义拖刚 肠子拖出来半吃肠 志义一天到晚 在台阶上躺着 你把布鞋的帮子扯了 在食堂的炉上 烤鞋底 烤热了 给他扶肠子 哎呀 你还记得这事呀 那怎么不记得嘞 我那时就想过 志义的哥哥 真好 给弟弟扶肠子嘞 我弟弟要是活着 肠子掉下来了 我能不能给他扶肠子 你弟弟没了 就是进孤儿院之前 没了的吗 这我都不知道 嗨 那时候 娃娃们也不说这些事 谁家都是那样 说啥呢 突然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静默下来 可能是突然想起了 苦难的童年 思绪飘飞开去了 静了片刻 岳宝国才说 志义的情况 现在咋香 不知道呀 宝国 我今天来 就是找你打听 志义的情况来的 他不是叫人抱走了吗 到底抱到哪搭了 你还没找见志义吗 没有啊 到现在没找着吗 我打听到新城去了 到乡政府问过了 人家说 没法查 还是一个青年妇女说的 叫我来找找你 是何丽吗 我不知道叫啥 说是和你一搭 当下老师的 何丽 那就是何丽 那是何加拿坡的人 上的定西师范 毕业后 分到这搭来 当老师 干了一年多 调到乡政府去了 哎呀 我说嘞 你怎么到这搭来了 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哎呀呀 咱们分手 都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了 可不是二十多年了 何丽说叫我找你 我连你的模样 都想不起了 这阵说着话 我才能一点一点地记起 你那时候的样子来 那时候多大吗 我比你兄弟 大一岁嘛 才七岁 现在三十一了 半辈子人已经活过去了 可是我弟弟到现在 也没找着 那你这次 就是专门找兄弟来的 就是吗 一九七五年 我找过一次 没找到 再就没找 我是一九六六年参加工作的 从何敬平 到了农建十一师的五大坪农场 再到九泉专区的印马农场 那时我的生活也困难 一个月 才挣二十九元七角五分 那时我也成家了 从卫交湾领了个媳妇 在农场安排个农工的活 也是二十几元 就没能力找嘛 这两年承包土地了 也困难 就今年收入好些 捡了些钱 我就想找一下兄弟 地里的活将将收拾完 我就出来了 哎哎 那时间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嘛 多少娃娃 没了父母叫人抱走了 前两年我到城里去 有人还说了 南河川一个女娃 就是叫人从福利院领下的 那女娃原是笼山乡的人 父母都没了 有个大大在新疆工作 正好春节回来探亲 看大哥没了 大嫂也没了 就把两个娃 以男以女领走了 领到县城了 上汽车里 看着女娃步行了 怕死在路上 大大就把女娃 放在后车室的椅子上了 领着男娃走了 那女娃叫人送到收拢所了 结果活下了 又送到县孤儿院了 那女娃到现在没找着她哥 都三十岁了 人们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那女娃叫弯弯嘛 刚到孤儿院的时候 别人问她叫啥名字 她说叫弯弯 姓啥不知道 阿姨登记的时候 起了个姓 挡碗救下她的 就叫挡弯弯吧 那女娃抱走的过程 我还记得清楚得很 那是一天上午 阿姨进来了 说娃娃们洗脸了 把脸洗干净 今天你们的娘要来领你们 洗完脸了 我们一帮小娃娃 男男女女几十个 在院子里排好了队 这时院长领着个女人过来了 站着看我们 那是个年轻妇女 也就二十八九岁 因为不生养 到孤儿院抱娃娃来了 人家是想挑一个男娃的 挑个新一点的 长大了 给人家顶门里 可是那个弯弯 呼的扑上去了 叫了一声羊 抱住那女人的腿 再也不放手 那女人一下子感动了 再没挑 就把她抱走了 听完月宝国的故事 沉默很久 魏志明说 你这记性好得很吗 我问你 你还记得 我弟弟叫什么人抱走了吗 记不清了 好像 大概是一个老汉抱走的 那老汉是哪搭的 哪个乡 哪个村的 不记得 真不记得 那个人是哪乡哪村的 志明 人家抱娃娃的人 都不说他是哪里的 人家害怕娃娃的兄弟亲戚知道了 怕长大了 要回去了 可我听说 是一个碧玉的老汉抱走了 谁说下的 一个嘎娃娃说下的 那娃娃叫啥 没记下 记下不就好了吗 我大 你们小 那时候大娃娃在一搭住 小娃娃一搭住 丸也是大的在一搭丸 小的在一搭 你们房子我常去 可没记下你们的名字 平常不在一搭丸吗 我连你的名字也没记下 还是那个合力告诉我的 我光记得是那时候我已经上学了 在孤儿院外头的西关小学上学 一天下午放学了 孤儿院的老师领着我们回孤儿院 那时 孤儿院在煤厂子旁边里 一个你们房子的娃娃 在院子里看见我了 说我弟弟 叫一个老汉领走了 我跑到你们房子去看 果然弟弟不见了 问娃娃们都说一个老汉领走了 问哪里的老汉领走了 都说不知道 就有一个娃娃说 那老汉是碧玉的 一看弟弟叫人领走了 当时我都快急疯了 也生气得很 心想 孤儿院怎么能这样做事呢 把我弟弟叫人抱走 给我这当哥的 也不说一声 也不征求个意见 我就没顾上细问那个娃娃 那老汉是碧玉哪个村的 可能那娃娃和老汉 是一庄的人 那娃娃认识老汉 岳宝国插话 但魏志明接着说下去 我就从你们房子跑出去了 去找管你们小娃娃的阿姨 找见阿姨以后 我就说 阿姨 你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 阿姨不说话 我就又问 谁把我弟弟领走了 领到哪搭去了 阿姨说 你兄弟叫人领走 是院长叫领的 你有啥话 找院长说去 我就又跑到院长办公室去了 院长是个年轻妇女嘛 听说是县妇连派下的干部 我去了问 院长 你叫人把我弟弟领走了 他说就是 我又问 是谁把我弟领走了 院长说 你问这做啥嘞 我说 我要把我弟弟领回来 院长说 你弟弟到人家家里吃好的去了 穿好的去了 咱们孤儿院 条件不好 吃不好 穿不好 你兄弟 享福去了 你领回来做啥 我说 那我要领回来 在家里 吃康燕菜的日子 我们弟兄都熬过来了 在孤儿院 有饭吃 有衣穿 我的弟弟 不能给人 这时 院长脸色变了 说话的口气也变了 说 你这个娃娃 怎么不听话 你要听话了 当时我就不敢再说话了 你们不知道 质疑也不知道 我那时13岁了 要按当时的政策 13的娃娃 是不能进孤儿院的 说是13岁的娃娃 已经长大了 可以独立生活了 因为我是和质疑一搭去的 还是公社书记送去的 他们勉强收下了 收是收下了 可是有随时 撵回家去的可能 所以院长一生气 我就不敢吭声了 怕把我送回 卫家湾去 没吭声是没吭声 但是 弟弟叫人临走的事 搞得我一连三天夜里 睡不着觉 白天上课 老实讲的啥 根本就听不进去 脑子里想的就是 我没把弟弟看好 我对不起弟弟 对不起死了的 我大我娘 过了好几天 我才不想这事了 才能睡着觉了 我的思想想通了 我小 没能力保护弟弟 人家临走 就临走吧 等我长大了再找吧 对了 那天找院长去 院长给了我一把羊糖 说是领我弟弟的人留下的 领的人知道 他领的娃娃 有个歌里 叫把那糖给我 叫院长传话给我 说他会好好对待我弟弟的 叫我放心 回到宿舍 我数了一下 总共是八块羊糖 就是水果糖 那糖 我三天没吃 心想 这是我弟弟换下的糖 我要保存着 可是过了三天 我馋得不行 还是吃掉了 月宝国说 哦 对了 你说着说着 我还就想起来了 你弟弟 真就是叫一个老汉 临走了 那是一天下午 来了个长着山羊胡子的老汉 手里拿着个手巾 手巾里 包着鼓鼓的一包羊糖 阿姨叫娃娃们站好了队 那老汉从手巾里掏出羊糖 一个娃娃一个娃娃的发糖 一人发一块 给糖的时候 老汉还问话里 几岁了 姓啥 叫啥名字 现在想起来 人家是口是娃娃的智力呢 害怕把瓜子领上来 再也是 仔细看娃娃长得怎么样 人家发了一圈糖 问了一圈话 然后又回到你弟弟跟前 给你弟弟又发了两块 问你弟弟愿不愿意到他家去 你弟弟说 你还给糖我就去了 那老汉又给他抓了几块糖 他就跟上了 魏志明说 这个没出息的 几块糖就把他哄走了 岳宝国大笑起来 哎呀 志明 这话可不对呀 咋个不对 五六岁的娃娃 不懂事嘛 有人给糖吃 就跟上走了呗 能说没出息吗 我是我三爸 拿几个杏子到孤儿院来 把我领回家的 那还是1964年了 生活比1961年好多了 我都十岁了 我记得清楚得很 那是六月 我三爸拿着半书包杏子 叫我吃 说他是来领我的 三爸说他家的杏树上 揭满了大街杏 我回家了天天能吃上大街杏 那杏子大得很 甜得很 我吃完了还想吃 就跟上回来了 但魏志明不同意他的话 说 那不一样 你是三爸接走的 那是亲戚 亲爸爸 致意是不相干的人一领就走 光顾吃了 再啥都不顾 你记不记得 致意还叫人临走过一次 是吗 那是 我一点都不记得 真是的 那是我们弟兄 到孤儿院几个月后发生的事 大概是 1960年腊月的时候 叫人临走过一次 我找回来了 月宝国没出声 他在思考 在回忆 然后说 我记不起了 那时候 我和致意还不熟悉吧 那可能 那一次 是叫北城公社的人 临走的 那时间我还没上学 孤儿院没开学了 有一天 我和几个大娃娃跑出去 到集市上去了 我试人家撇下的烂菜叶子吃 有时也偷一把 抓一把人家的粮食 洋语 回到孤儿院就找不着弟弟了 娃娃们说 来了个中年人 拿着一包包干燥 给我弟弟几个 就把他领走了 不过那一次 娃娃们听下了 那人是北城公社的 钟灵山的人 我第二天就找去了 钟灵山那儿 你熟吗 那是太白庙的北边 有好几个庄子 一个弯子 一个庄子 我一个庄一个庄地问 先问了周家湾村的人 有人从县孤儿院领娃娃了吗 又问了王家管的人 你们庄 有人从孤儿院抱来的娃娃吗 我把几个庄子 都问遍了 都说不知道 白跑了一天 我就回来了 我回到孤儿院 又问娃娃们 真是钟灵山的人 把我弟弟领走了吗 娃娃们说 对 那个人说他 就是钟灵山的人 后来我就想 可能是弟弟 叫人家刚抱回家去 庄里人还不知道 我没打听着 过几天我再去 人们就知道 谁家抱了娃娃了 这样子过了半个月 我就又找去了 这一次我没问庄户人 我找到一个村 就问他们队长在哪打注 我找到队长家去 我想 不管谁领娃娃 总要给队长打招呼 队长得知道 队长不知道 吃不上救济粮呀 结果 我问到庙湾的时候 队长告诉我了 他们装的一个牛家 抱了个娃娃 你说岁数 个子 长相 就是我弟弟 我就说 要把弟弟领走 那个队长 人好得很 四十多岁 听说我要把弟弟领走 就说我了 娃娃 你们弟兄有感情 这好得很 可人家把你弟弟抱来了 你说抱 就能抱走吗 人家也是合法领养的呀 是线上 叫没娃娃的人领娃娃来 再说 你弟弟跟着人家来了 你弟弟愿走不愿走 这 你也要想到呀 我说 那怎么办呢 那队长想了想 给我出了个主意 娃娃 你在我家等着 我把你弟弟叫来 你们兄弟先见个面 你弟弟愿意跟你回孤儿院的话 我们再想办法 队长家里 有个七八岁的娃娃 队长给娃娃说 你到牛家去一下 庄下的跟那个娃娃一搭碗里 把他叫到咱家来 那娃娃把我弟弟叫来了 一见我弟弟 我心里火就上来了 一巴掌就打哭了 我气呼呼的说 人家给你几个干枣子 你就跟上走吗 你不知道 这半个月 我多着急吗 队长劝我不要打 说娃娃还小着嘞 刮着嘞 后来我就问弟弟 你跟我走嘞 还是给牛家当儿子嘞 我弟弟哭着说 跟我走 还回孤儿院嘞 这时候队长说话了 你不能这么领上了走 你领走了 人家不怪我吗 你看这么办好不好 叫你弟弟先回去 就装成啥事没有的 你呢 今晚就在我家住下 明早上 叫你弟弟从家里出来 到村口上去 你在那家等着 我们就悄悄地回城里去 不要叫人知道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两悬其美 那天晚上 我就在队长家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 天还没亮 我就到村口等着去了 太阳出来的时候 我弟弟来了 他手里提着个手笼 给牛家说是掐墓序去的 找我来了 我叫弟弟把手笼撇了 拉上他就跑了回孤儿院了 够顺利的 月宝国说 就是 我们一口气跑回孤儿院 从这以后 我就不敢离开我弟弟了 怕人家把他领走 我做啥的时候 都领着他 除了吃饭 睡觉 我说过他 以后有人再来领娃娃 不准你跟上走 他答应着了 可是翻过年 我上学了 不能一天到晚领着他了 他就叫那个 碧玉的老汉 拿几块糖红走了 你说他有出息吗 我那一阵 差点气疯了 现在想起来 还有气 月宝国笑了 说 行了行了 那时间临走的娃娃 多得很 你能说 那些娃娃都没出息 线上动员人们领娃娃了 孤儿院的领导 也千方百计地往外送了 为得减少压力 说到这里 月宝国突然叫起来 志明 走 到家去 你看 放学了 校园里没人了 魏志明牛脸 从窗户往外看去 刚才还人声嘈杂 人影晃动的操场上 已经空旷如也 没一个人影了 头会儿 从后窗户射进来的阳光 把办公室照得亮堂堂的 如今 房子里已经暗了下来 太阳被村后的山梁挡住了 他站起来说 宝国 不着急 你不要着急 我问你一件事 在孤儿院的时候 管你们的那个阿姨 叫啥名字 你知道 他家在哪儿住吗 在不在通位 在通位城里 名字叫管玉珍 那实际上 也是个孤儿 进孤儿院的时候 岁数大了 按规定 不能在孤儿院 可是家里没人了 连个叔叔舅舅都没有了 生产队就把他送到孤儿院了 孤儿院领导 想把他送回去 又没处送 就把他留下 当保育员了 看小娃娃 那人命也苦得很 那他现在在哪儿搭住 啊 在南河川住着 就是他给我讲 那个兄妹分离的故事的 他在哪个单位上班 县孤儿院的孤儿 合并到定西区以前 他就嫁人了 跟了税务局的一个干部 孤儿们去定西以后 公家把他安排到蔬菜公司 卖菜去了 前几年 我在城里碰上了 我叫他管阿姨 他都认不出我来了 我还到他家 吃过一顿饭 那你把他的住址 给我写一下 我想见一下他 你找他做啥 我想问他一下去 抱我弟弟的那个老汉 在哪儿搭住 不急不急 走 家去 吃完饭再说 魏志明说 不去了保国 我想今天赶快 城里去呢 我走快些 天黑就到碧玉了 还能赶上 最后一趟公交车 哎呀 你这么急做啥 你到我家吃顿饭 今晚上住下 我家的饭里 没毒 再说 我这一阵还想着嘞 回家了 问一下我媳妇 我记得我媳妇的 舅舅说过 他们庄子上 有个人抱下的孤儿呢 像是从孤儿院抱下的 不知道 是不是你兄弟 是吗 魏志明一正 那娃娃叫啥 叫啥 我可不知道 他舅舅家的庄子 我去过 人我可没见过 多大岁数 我也没问过 走吧走吧 到家就知道了 我媳妇清楚 魏志明还有点犹豫 月宝国 却已经拿起他进门后 放在桌子上的防寒服和书包 不由分说地走出门去 魏志明只好跟着 走在路上 他问月宝国的情况怎么样 月宝国回答 当民办教师 队里计公分 乡政府一跃补助十几元钱 哎 你也长得很 你去就看见了 我住的 还是我大 我娘 解放前盖下的老庄 几件破房放 女人做啥呢 农民 承包着地里 我也是农民 月家叉的小学 盖在庄外的一片小土坪上 他们走了几分钟 就进了庄 进了月宝国家 院子很大 有个后院 有五六间房 但都很旧了 东倒西歪的 墙上长满了苔藓 房檐就像旧帽子的帽檐 搭了着 门窗也都很旧了 门板都翘了 黑乎乎腐朽了的样子 女人比月宝国小几岁 很羞涩 宝国介绍了魏志明 说是孤儿院的同学 他就叫魏大哥 然后他转身就走 说是做饭去 月宝国喊住了 哎哎 你先不要走 有话问你 女人站住了 他说 我记得有一年到你舅家去 你舅舅说过 他们庄子里 有家人从孤儿院 抱过一个娃娃 你问这做啥 不是我问 是志明打听个人 小的时候 他兄弟在孤儿院 叫人抱走了 是碧玉的人抱走的 他找不着兄弟 找我打听了 我记得 你就说过这样的话 染瑶有个 从孤儿院抱下的娃娃 是有这么件事 我见过那个娃娃 那女人回答 但他立即又说 可那不是从孤儿院 领下的 不是从孤儿院 领下的 不是 我记得 是从姚夏村领来的 是从亲戚家领来的 你没记错吧 我记得舅母这么说的 哎 我还记成 是从孤儿院抱来的呢 月宝国失望地说 但却又不甘心 又问 这个人叫啥名字 名字 名字像是叫 麦幻 麦幻 这是个啥名字嘛 我听舅母说过 是拿五生麦子换下的 庄里的人们 就都叫他麦幻 你兄弟小名叫三娃吧 月宝国问魏志明 是叫三娃 我原先还有个哥雷 那年上桃河砸死了 住在窑洞里 山体滑坡 我们庄子去桃河的人 全都砸死了 我弟是老三 家里人都叫他三娃 魏志明回答 然后问 这个麦幻 多大岁数了 我见下的时候 二十岁了 现在有二十八九了吧 这说起来 八九年没见过了 魏志明说 岁数倒是差不多 我三十七岁了 他比我还要小七岁了 可这名字不对呀 月宝国说 嗨 名字人家不改吗 我看就这样办吧 明天 咱们去一趟染遥 看一下去 不对了再说 不对了 我们到城里找保育员问去 我陪你去 染遥 就在去县城的路边上 顺路着嘞 不去了 不去了 我弟弟是从孤儿院抱走的 他是从亲戚家领下的 这差得太远嘛 咱们还是直接到城里去 找保育员去 免得白跑路 月宝国说 也对也对 明早起来就进城 月宝国的女人很贤惠 赶得臊子灭 鸡蛋和洋芋丁丁炒的臊子 女人做饭的时候 月宝国把一只鸡杀了 吃完饭炖上 熟了喝酒 喝着酒 惠致明问 宝国 我的印象里 你走得早 我们还没招工 你就离开孤儿院了 比那还早 你们大娃娃去了静远县何静平 小娃娃去了定西孤儿院 这都是1965年的事 我是1964年回到碧玉的 我三爸接回来的 你三爸为啥接你 我去了孤儿院之后 我家的房子空下了 后来 我三爸想占我家的房子 三爸家的房子塌了 当时对上不同意 乡亲们也有人说话 人家家里没人了 可后人还在孤儿院 你怎么能占人家的房 为了掩人耳目 我三爸去孤儿院 把我接回来了 他说他养我 他住我家的房子 就合情合理了 回家以后的情况好着吗 我的情况吗 那说起来 就是一部长篇小说了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等会儿再说吧 你先说说 你和志亦 是怎么进孤儿院的吧 我们是自个儿跑到孤儿院去的 自个儿跑去的 啊 自个儿跑去的 我家七口人 我大 我妈 我大妈 我弟 我妹 还有我 还有上桃河 砸死了的我哥 我说的大妈 不是我大大家的大妈 是我大的大婆 我大先娶的大妈 大妈四十几岁了 还不生养 就又娶了我妈 我妈先天失明 我大娶过来 就是为了生儿子顶门的 我妈生了我哥 我和弟弟 生了我妹子 我们家穷得很 成分是故农 我大是敢沾的 也补习 就是灭奖 我妈因为失明 出不了门 就在家做饭推磨 大妈在队里劳动 给我们缝衣装 补衣装 我大中年在外头跑 到青海 到宁夏 给人赶沾 补习 挣下点钱 就拿回来买粮食 我妈身体不好 有病 没钱治 1959年春上 青黄不接的时候 饿死了 我妈死的时候 不闭眼 干瘦干瘦地 躺在炕上 就是不怨气 那时 我大回家来了 把我和弟弟妹妹 叫到炕头 跟我妈说 娃他妈 我知道 你是不放心 这几个娃 你赶快走吧 放心 我把娃娃们 亏不了 我妈就闭上了眼睛 我大 就又出门了 后来到了六七月 豌豆下来的时候 大妈也嚷得不行了 胃痛 叫我到新城去抓药 抓了两包熬着喝了 也不见好 就硬扛着 扛到年底 我大回来了 那时吃食堂 喝半汤 一顿饭 全家人摇给木头马勺 两马勺 我大舍不得喝 叫我们兄妹喝 记得是二月二的一天 我大到上庄里 给人家补习去了 大妈在队上悬洋语 有人到我家来说 我大不行了 我就跑去叫大妈 我和大妈往庄上跑 到了补习人家的院里 我大在墙根 靠墙坐着 头勾倒着 垂在枪子上 我和大妈扶着回到家里 家里有一把大妈 从队上偷回来的洋语疙瘩 就是悬洋语子 剩下的快快 大妈煮了一碗汤 就一碗 除了几块疙瘩洋语 就啥也没有的清汤汤 连一把面都没有 叫我大吃上了 我大缓过来了 能说话了 我大说 我没事 好着嘞 我想吃人家的一碗 萝卜菜来 说好把席补完 人家给一碗 萝卜菜叫我吃 明早 你们把我扶上 我补席去 还有一点点了 补上了 我就能吃一碗 萝卜菜 这天夜里 我大不行了 要水喝 大妈灌了些水 天不亮就咽气了 这天是二月二 二月二龙抬头 所以我记得深刻的很 家里没棺材 我大妈用我家门口 长着的一棵大柳树 跟人家换了三块板子 一块平放着 两块支棱上 把我大抬出去埋了 以后就是大妈照顾我们了 时间不长 上边放凉了 一人半斤 给了骨子 头一次放凉 给了三天的 我们四口人 给了六斤 推成面了 大妈要吃磨 大妈那时候 啥也做不成了 一天到晚在炕上 不是坐着 就是躺着 我把墓絮炸了一下 揉上面 烙饼子叫大妈吃 大妈吃了两个 还要吃呢 我说 这是三天的粮 一顿吃完咋行呢 大妈骂我 你烙不烙 我今天要吃饱一顿了 你不叫我吃饱 我就把你吃上来 我给大妈又烙了一个 但我没叫她吃饱 怕她胀死 这天夜里 我跑到外头的 麦草堆里去睡了一夜 害怕在炕上睡下 大妈真要把我怎么理 天亮了 太阳升高了 我回家去 大妈骂我 这一夜 你到哪搭去了 我要渴死了 想喝口水喝不上 你兄弟尿了一泡尿 把我泡在尿里了 这时候 我妹子瘦得很 妹子才四岁 大妈说 你看 你妹子瘦得 像你死了的娘一样 五月 小绿杏下来了 我摘杏子给大妈吃 大妈不吃 大妈说 绿杏子闹人来 一天 我和弟弟掐墓血回到家里 妹说 哥 我饿得很 我叫妹子抱草去 煮墓血吃 吃着墓血 她说肚子疼得很 我把她抱到炕上 她滚过来 滚过去 睡不住 嘴里吐白默默 大妈叫我 叫人抱出去 大妈说 那是吃了绿杏子闹了 从隔壁何家 叫个人来抱出去撇了 后来 何家 撇我妹子的人说 撇我妹子时 妹子还活着嘞 又过了一个月 那是卖熟了拔卖的时间 一天夜里 大妈要水喝 我给端的水 天亮时 枕头边上一滩水 我去找队长 说我大妈死了 可没人管 过一天 大队正在开会 我找去跟大队长说 我大妈死了 在家放着了 大队长魏万琳 骂小队长 人死了 你们不抬出去 小队长魏万荣 派着几个人来 用豌豆草卷上 放在墨子上 抬出去埋了 家里 就剩下我和弟弟两个人了 这一年庄稼不行 由于1959年挨了饿 什么逃荒去了 没逃荒的人 罚得不得动态 庄稼就没重伤 庄稼收完 就吃救济粮 我和弟 一人一天 给半斤骨子 我每天到队里做活 别人翻地晒地 我拾草 那一年 雨水好得很 草长的凶 给我系半个工 弟弟在家 看着发给我们 两人的救济粮 骨子推下的面 放在一个罐罐里 一天我收工回家 弟弟说 面粉叫魏永清抢了 我去找队长 队长跑去追回来了 队长叫魏万荣 魏永清 是他的侄子 面剩下半罐子了 此后 面就放在魏万荣家 吃饭时 弟弟过沟 到魏万荣家 去拿面粉 那一阵 队里还分过一次油渣 那是从外地 运来的救济粮 我弟弟掰着吃了 吃得吐了 幸好吃得不多 吐完就好了 过了几天 那个偷面的魏永清 到我家来 说队长叫他来通知我们 要把我弟弟送孤儿院 第二天我就叫弟弟 去魏万荣家 把五六斤 骨子面都拿回来了 我给弟弟教着 你就说 我哥要给我唠嬷嬷 明天我去孤儿院的路上吃呢 就五六斤面粉了 全拿回来了 我炒熟了 装在一个粘片缝的袋袋里 第二天不等队上来人送 我就领着弟弟 跑到城里去了 从杨家山庄过牛骨河 踩石头跳着走 有两块石头隔得远 我弟弟掉进河里 衣裳全湿了 我拉出来了 可是过了河 他冷得蹲下起不来了 那是秋天了 天凉了 已经穿棉袄了 我又背不动他 后来路上走过来一个人 问我们到哪儿去呢 我说去孤儿院里 那人把我弟抱上 把我们送到了县孤儿院 逆日早晨 岳宝国的女人烙油饼 岳宝国把茶炉点着了 熬灌灌茶 两人喝着 吃了些油饼就动身了 他们赶到新城 上了公交车往县城去 他们要到城里 找从前的保育员去 但是车过了石匣 行驶到阮家石滩 岳宝国突然改变了主意 说 我们先到阮瑶看一下去 那个人是不是你兄弟 魏志明不同意 说 你媳妇说了 那不是孤儿院报下的 岳宝国说 看下去 他要是记错了呢 他叫司机停住车 硬是拉着魏志明下了车 他说 闪摇不远 顺路着呢 咱们看下去 不是你弟弟 咱就再上车 再走也不晚 他们在阮家石滩村 下了车往南走 过了牛骨河 就是阮瑶 进了岳宝国 女人的舅舅家 岳宝国好几年 没来过女人舅舅家了 舅舅说 哎哟 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岳宝国说 舅舅 我是打听一个人来的 记得八九年前 你说过 阮瑶有一家人 困难时期 抱下着一个孤儿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舅舅说 啊 有这么回事 岳宝国又问 这娃娃 是从哪搭抱下的 舅舅说 啊 是县城孤儿院抱下的 一听说孤儿院抱下的娃娃 岳宝国高兴地说魏志明 你看 来对了吧 舅舅有点莫名其妙 说 你打听这娃娃做啥来 岳宝国这才给舅舅 介绍魏志明 说 这是我在孤儿院的同学 他弟弟在孤儿院 叫人抱走了 说是碧玉的一个老汉抱走的 他找了二十多年了 没找着 昨天打闻到岳家岔去了 我记起你说过 这搭有个孤儿院抱下的娃娃 可玉珍说不对 那娃娃是从清洗家抱下的 舅舅说 玉珍说得对 舅舅 岳宝国叫了一声 他有点糊涂了 舅舅立即说 不要急 你听我说嘛 那娃娃命苦得很 先是一个老汉 把他从孤儿院抱来了 那老汉家 就有个老奶奶 没儿子 把他抱来顶门来 没想到 抱来头一年的冬天 老两口得了疾病 都下场了 那娃娃 又成了孤儿了 没人管了 那老汉的侄媳妇 领去养着去了 那是个寡妇 男人1960年饿死了 可是过了两年 那媳妇寻下婆家走了 那娃娃又没出去了 我们装的吴家 就领来了 吴家和那寡妇 是亲戚 吴家也是老两口 有一个领下的丫头 把麦幻领来 是想着长大了 和那个丫头配一对了 哦 这回是呀 那娃娃叫啥 叫麦幻 官名呢 吴金锁 这名字对不上嘛 月宝国沉吟着说 但他立即又问 舅舅 你听他说过没有 他有个老哥 说过 那娃娃 平常少言寡语的 从不跟人说他的身世 可他跟我对毛的很 跟我说过 他在孤儿院 还有个哥里 但他不知道 他哥到哪儿去了 失散了 原因是 那老汉从孤儿院 把他领走了 他还说 那老汉给他 起过个名字 福娃 可福娃没叫响 什么都叫他卖换 那老汉到孤儿院 领娃娃 孤儿院的领导说 你拿五升麦子来 我们叫你领个娃娃 老汉背了五升麦子 才把他领回来 为这 什么都叫他卖换 这娃娃多大了 二十八九 三十一二的样子 岁数对着了 成家了吗 成家了 一个小丫头 四五岁了 智明 这个卖换 肯定是你兄弟 岳宝国把脸 转向魏智明说 魏智明说 嗯 像嘞 岳宝国便对舅舅说 舅舅 你把我的同学 领到卖换家 看一下去 我看这事成了 但舅舅沉吟一下说 宝国 这是这么简单的事吗 岳宝国说 咋了 舅舅说 你们这些呆子 你跑到人家家里 认兄弟 真要是亲兄弟 你们弟兄相认了 人家老汉愿意吗 人家老两口抱下娃娃 是养儿防老的 你说认就认走了 人家不是鸡飞蛋打了吗 再说 你们一见面说开了 把人家家里 几十年的平静破坏了 人家家里闹起矛盾来 咋办了 岳宝国不出声了 自知太鲁莽 魏志明说 那舅舅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把卖换叫到你家来 我问一下情况 看他是不是我弟弟 是的话 再看他认不认我 认了 再商量怎么跟老汉说 你说这样办好不好 好 好 这样办事才妥善 说着 舅舅就把小孙子叫过来 说 去 到你卖换爸爸家 叫他到咱家来 就说我叫的 有事要给他说 悄悄地叫 不要叫他大他娘知道 小孙子走后 三个人又商量卖换来了 谁说话 怎么说话 还没商量完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 一个中年人的大嗓门问 阮家爸 是你叫我吗 舅舅迎出去 说 买换 进来 进房里来 我给你介绍个人 那个人进来了 三十岁左右的样子 穿一身农民的黑棉衣 光着头 他看见了炕上做的月宝国 和魏志明 站住了打量 舅舅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外甥女婿 在月家差当老师里 这是从九泉来的他的同学 他们到我家走亲戚 说闲话里 说他们是孤儿院长大的 我说 我们庄子 也有个孤儿院出来的 叫麦焕 你们认识不认识 他们说 叫过来宣一下 我就叫嘎孙子 叫你去了 上炕 上炕坐下 月宝国和魏志明 也招呼麦焕上炕 麦焕在炕炎上坐下了 又一次打量月宝国 打量魏志明 魏志明给他上烟 他说不吸烟 月宝国说话了 我舅舅说你进过孤儿院 他应了一声 嗯 你是哪个孤儿院蹲下的 城关孤儿院 还是县孤儿院 县孤儿院 我们也是县孤儿院蹲下的 你哪年进去的 记不清了 是1960年吧 也可能是1961年 你是哪年进去的 我是1960年的春天 我问你 我舅舅说 你的名字叫麦焕 你那时就叫麦焕吗 不是的 那你叫啥 麦焕似乎很知谨 沉默一下反问 你问这做啥 月宝国说 也不做啥 就是想回忆一下 咱们在一搭 蹲过没有 二十多年了 我记不起你是谁了 麦焕问 那你叫啥名字 我叫月宝国 月宝国 月宝国这个名字 我还有点印象 是吗 你还记得我吗 好像记得 那你叫啥名字吗 你说 你把名字说出来吗 你不要怕吗 我叫 魏之义 麦焕迟疑地说 魏之义 你是魏之义呀 月宝国因为问出了麦焕的真名 而兴奋起来 大声地夸张地说 哎呀呀 你才是魏之义呀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 才这么一点点 你在孤儿院 就蹲了几个月吗 叫一个老汉领走了吗 对不对 对着嘞 麦焕的脸上 显出淡淡的红韵 有点难为情的样子 月宝国又说 那是一天下午 阿姨叫大家站队 说有人领娃娃来了 领上了 吃好的 穿好的去了 来了个老汉 书包里提着洋糖 一人给了一块 一个一个问 几岁了 家里还有啥人 最后 把你领走了 对不对 哈哈 你刚去的时候脱缸 肠子在外头吊着嘞 对不对 哈哈 对着嘞 麦焕的脸色更红了 也笑 月宝国接着说 你还有个哥嘞 也进孤儿院了 嗯 你哥现在在哪搭嘞 那不知道吗 我叫人临走了 和我哥失散了 你没找过 那没处找去 我那时才六岁 啥事都不懂 等到长大了 想找 又不知道哪里去找 你哥也没找过你吗 没有吗 没听着吗 你还记得你哥的名字吗 我哥叫魏志明 月宝国沉默了一下 把连转向坐在炕脚上的魏志明 瞪着眼睛说 喂 你怎么不说话 睡着了吗 魏志明手里端个茶杯 但他口干得厉害 舔了舔嘴唇才说 麦焕 我是建设兵团的 在九泉的印马农场工作 我也是进下孤儿院的 你听说过没有 1966年 有一帮孤儿招工到兵团去了 在五大平农场 听人说起过这话 我就是那一批招到兵团去的 后来 又调到印马农场去了 我们一搭 有个叫魏志明的人 是通卫县孤儿院出来的孤儿 是景平乡魏家湾的人 我这次回家探亲 魏志明委托我 到碧玉来一趟 打听一下他的兄弟 他兄弟 就是叫魏志义 小明三娃 1961年 在城里孤儿院的时候 一天他上学去了 他兄弟 叫一个碧玉的老汉包走了 魏志明跟我说 如果找到了他兄弟 就给他兄弟捎个话 兄弟要是认他这个歌 他就来看兄弟了 麦焕先是正正地看着魏志明 听他说话 后来 就突然扭过脸去 抹眼泪 黑黑地哭了起来 并且说 哥 我当成 这一辈子 再也见不着你 睡觉 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